看一部电影提摆为人生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部短片 杀手春梦 小时候 我们常以为自己有超能力 想用着自己的超能力 去对抗那些欺负自己的人 眼前的这位 是个正处在发育期 毛发旺盛 精力旺盛 还长胡子的小旁孩 他把达斯汀打了一顿 害得他不得不逃到同学 卷毛家避难 卷毛的卧室 和他哥哥的卧室 也是连在一起的 中间呢只用了一块 刷墙的木板隔开 可因效果不好 还不防震动 刚好 眼镜的奖牌都挂在了上面 所以伴随着有节奏的 奖牌撞击木板声音 四位小伙伴 开始了他们的性启蒙话题 眼镜和卷毛都是 所以在这里 有了决定话语权 比较听妈妈画的 乔不敢试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这个 达斯汀只是听着 眼睛却没有从 对面的木板上离开过 回家后的他抬了抬手 右手搁着窝 没有长毛 左手搁着窝 没有长毛 他顺手从洗漱台上 拿起了生毛膏 在自己身上涂抹 搁着窝 胸部 双手呢 缓缓移到下方 他正想给特殊部位 图点的时候 妈妈过门而入 母子面面相许 一天 妈妈在客厅健身 达斯汀这次学聪明 搬起凳子堵住了门 他听从卷毛剑影 拿出护手霜和一张纸 随即便开始了 他的探险之路 伴随着电视外放的 剑内操节奏 还算进行得比较成功 突然 一个重击地面的声音 打断了达斯汀 他跑去大厅看的时候 发现妈妈倒地不起 他叫了声妈妈 也没有反应 从那老爸的反应可以看出 医生没成功救活他妈 校长未表同情 说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 但又言语中表示他很忙 找他可能需要提前和助手预约 对于外界的 虚有其表的帮助 显然伤心 还是要达斯汀自己一个人消化 午餐的时候 他盯着那个 欺负过他的小胖孩 发起了呆 他毛发依旧旺盛 态度依旧很嚣张 为了长出和他一样多的毛 达斯汀又拿出了声毛膏 乱涂一番 这次呢是老爸敲起了门 他无精打采地邀请达斯汀 去外面走走透透气 达斯汀拒绝了他 走前老爸告诉他 爸爸走后 笼罩在巨大悲伤下的达斯汀 陷入了对妈妈的自责中 他第二次拿出护手霜和纸 通过去换解情绪 结果呢 窗外的一只鸟 直接撞死在他的玻璃上 达斯汀被吓到灯大的眼睛 难道这就是乔所说的 一次就会死人吗 达斯汀陷入了恐慌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妈妈是不是因为自己 为而死 正当他思考成问题的时候 他误撞到小胖孩 嚣张的小胖孩说 放学后弄死他 达斯汀躲在了厕所里 陷入了思考 不管是想如何反击小胖孩 还是他X这件事 他发现厕所的墙壁上 画了一些女生胸部的图画 这时戈壁的乔发来了问候 他对达斯汀母亲的离世 表达了安慰 但随后问了一个关键性问题 乔的妈妈说 每个人都有一项超能力 如果达斯汀的超能力 是X手枪会死人的话 那他为什么不用这个超能力 去对付那个 一直欺负他的小胖孩呢 达斯汀思考了一下 毅然鼓起了勇气去反击 他找到正在收纳柜附近 取东西的小胖孩 趁着他注意到自己的时候 脱下裤子 小胖孩和大家都惊呆了 当然了 现实是那不是什么超能力 达斯汀被打回了原形 老爸对他说 下次别干那样的事情了 并不是指他不能X手枪 而是不要在大厅广众下去做 老爸没有责怪达斯汀 还特意给达斯汀带了礼物 看他那么喜欢往身上涂 就给儿子买了男士用的那款 达斯汀问老爸 是不是用了就可以长体毛 老爸的表情略显复杂 儿子呀 其实他只是一款普通的身体乳而已 老爸盯着儿子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 他们各自怀着自己的心事 达斯汀想的是 长忙和报复计划的失败 老爸想的是 儿子该不会喜欢的是男生 现在返回去再看一遍 仔细分析一下达斯汀这个人物 达斯汀是个性格偏内向的小男孩 开篇的时候呢被小小孩欺负 小小小孩拥有旺盛的体毛 胡子都长出来了 这算是长大的象征 而眼镜家的噪音制造 和小伙伴口中的 也是代表另一种长大的象征 达斯汀误以为 妈妈的身体乳是生发高 用他增长体毛 同时他尝试 也是对成人世界的小部探索 但是中途呢 妈妈的猝死把他吓到 那时的他还没有完全相信 乔开始说的话 什么 会死人 很明显是乔的妈妈 为了不让乔子 而鞭槽了说辞 所以呢 他才尝试了第二次 第二次纯粹是 他陷入了自责和悲伤的氛围 通过乔子释放情绪 可中途呢死了一只鸟 有了两次死亡 加上乔最后的关键发问 这世界 每个人呀 都有一项超能力 刚好他又重新得罪了小旁孩 达斯汀便鼓起了勇气反抗 第三次 完全就是对恶霸的反击 在达斯汀的成长中 XX竟然不是看上姑娘的那种自我满足 也不是因为情欲想要 而是来自青少年 急于长大 成为强者的潜在心灵 当然了 影片中呈现的 不仅只有达斯汀一个人 生活中遇到过问题 他老爸还担心 达斯汀对着小伴儿那样 以为他喜欢男生 不过生活还要继续 有些问题会随着时间找到答案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不妨点击下方的订阅 评论点赞走一波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